你好 我是戴宗人 歡迎收看亞洲很想聊 今天很特別 我們一個小時的節目 因為中國市多 所以我們要談兩個焦點 第一個焦點 儘管中國市多 但焦點是在美國的哈佛大學 而第二個焦點是在中國的監獄 對 大家好 我是尚官段 剛才戴老師提到這個哈佛大學的新聞 我相信大家最近都有追蹤 那就是最近中國駐美大使謝峰 被哈佛大學的甘乃迪學院邀請演講 沒想到這個演講過程中 沒講了多久 就連續四度被來自台灣和西藏的學生打斷 在這過程中 學生不斷的批評中國對於西藏 對於香港 尤其現在對台灣的威脅 我們下面的鏡頭就去看看在當天 那麼謝峰他在面對學生抗議的情形 一塊去看看 喵毛 您被越穿著歸OR 顯往在台灣的毫無地方 但你的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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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現在內地主事揮大學 台灣還是有第一次相當成立空洞 最好的臨口 在八公子裡 八公子裡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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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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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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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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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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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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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关于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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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管你怎麼處理他 他的這個水都會有一層這個白色的這個沉積物 所以吃山監獄的警察是不喝吃山監獄的水的 他是從外面叫水進來的 對對對那我那犯人喝了水 所以你這個這個水的狀況這麼不好 所以你那邊的犯人喝久了就是一個狀況 就是結石 所以那邊的犯人結石是非常普遍的問題 那個還不是工作傷害是一般生活的問題 那更加上這個個人的膽囊有 就開始有腫瘤 因為後來醫生回台灣醫生檢查是因為 判斷的原因是因為你他認為我這那五年 我們吃的東西太過於不潔淨 就知道當這些身體當台灣醫療都可以解決 那我同時還是想請教這個施命雷女士 因為我們都知道就是這個美國海關的這個事情 關於這個Mewatch 2 他這個事情被揭露出來已經都是2023年 就是說我們看到中美從中美貿易戰 2017年底到現在已經過了這麼多年 我們以為在美國很多企業 它已經不會再跟中國合作 但是沒想到在監獄強迫勞動這一塊 它竟然還佔了這麼大的比例 所以我想請教您 就是因為你跟蹤這個事情也跟蹤了很多年 所以我想請教您的觀察 就是現在美國還和中國強迫勞動 相關的企業有合作的這種情況還普遍嗎 請教 那這個企業的話 Mewatch 2他到現在其實都沒有道歉 然後他就一直是在甩鍋 就是他有跟美國的議員講 他們已經把供應鏈簽到了柬埔寨 然後他們不再在中國生產手套了 但實際上他們的主營的業務 然後他的就是因為這個公司的母公司叫TTI Group 是一個香港的一個實體 然後他的應該講他百分之九十多的業務 都是在中國生產的 然後那所以他們現在就是把這個 他們現在以說就是在吃山監獄生產的這個手套 是假貨不是他們的商品 然後以這個理由就想就是擺脫自己的責任 然後那我們也就是就是因為在中國監獄 為什麼監獄勞工這麼普遍 是因為成本的優勢很大 然後手套是一個低價值的東西 但是還有很多電子產品 還有很多甚至是高附加值的 然後這樣的科丹尼亞比較高的產品 那比如說在吃山監獄的時候 然後很多的犯人他們工作一個月 只付就是這個只付100人民幣的工資 那像成淵當時我的家人也問他 你有沒有頂到工資 因為成淵是被限制消費的 成淵是很長一段時間他們是不給成淵發工資的 然後所以100塊錢100人民幣 你想想這個在美國就是十二十三美元 但是美國這是一個月 然後那在美國的最低的這個工資標準 然後我們就說很普通的 不說工廠的工人 就是很普通的這樣的一些工種 然後他至少也應該是要付到17到20多美元一個小時 所以這個成本的優勢是非常明顯的 那對於美國的這些企業而言 它是有利可圖的 那所以其實在美國 一個是這個CBP的這個一些工具包 然後美國的一些針對強迫勞動的法案 同時也有這個針對企業的ESG 就是企業社會責任 就是我們是有一些工具可以用的 我們可以用這些工具 然後來讓就是參與到中國強迫勞動的企業付出代價 所以這也是沃爾瑪為什麼一個星期就把它下架了 就是美國的企業他們如果看中自己的reputation 他們看中自己的這樣的一些就是公眾評價的話 然後甚至有很多的媒體在監督他們 公眾在監督他們 消費者可能也會因此去 就是發起一些消費者權益方面的維權的行動 那這些對企業都能造成壓力 但是在中國的這些企業 他們是絲毫沒有任何壓力的 我想請教這個施女士就是 呃您所參與的這個長沙富能不能簡單幫我們介紹一下 另外它是一個NGO的組織 為什麼一個NGO組織 在這個中共眼裡面是一個眼中 您到底是他們做了什麼事情嗎 對您問的這個問題就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關鍵 然後也是就是就是成員他們幾個 為什麼被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秘密審判 就做了五年的這個主要的一個原因 然後那長沙富能其實這個名字 它是富有的富 但其實它是一個諧音 它是富就是富裕的富 然後所以它它其實是在富裕就是這些弱勢群體 然後他們賦予他們能力 然後去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 你可以說它其實主要的宗旨 第一是就是權力的倡導 然後第二個就是提供工具 提供這樣的一些法律的工具包 然後以及就是 以及這個就是維護自己權利相關的一些資源 然後去依法 然後讓這些弱勢群體能夠保護自己 然後那這個當然就會被中國政府 被中共視為眼中釘 因為因為中國共產黨它上台這70多年 然後實際上它的這個治理中國的主要的方式 第一個是愚民的政策 就是就是包括信息的封鎖呀 然後大量的這個虛假的宣傳 然後那第二個呢就是它是要打擊這個公民社會 讓所有的這些就是有權利意識的 你自己想做公民的 然後你覺得我做一個公民 我有這個憲法賦予我的權利 然後它是要打擊掉所有的這些力量 那所以 過去中國是這個 共產黨是文革的時候是黑五類對吧 然後現在是叫新黑七類 然後那我先生他所做的事情就跨到裡面去了 就是第一個他是NGO工作者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當時因為要賦予這些弱勢群體權利 所以他其實有跟很多律師合作 然後去給這些弱勢群體 然後去做培訓啊 然後包括代理訴訟啊 然後甚至是一些工作坊讓他們知道 怎麼樣能夠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 所以律師也是其中的黑七類的一個 然後那另外的話 他其實長期關注弱勢群體 就是在長沙復能之前 然後成員是從20 可能在2021年就開始了 他開始關注計劃生育受害者的群體 所以他當時做了一個機構叫廣州平基 就平等機會中心 然後那在那個機構裡面 他主要做的工作就是關於寄生政策的倡導 要結束這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生育權的控制 然後當時要求的就是說 其中一個切入點就是要求開放二胎 然後同時的話 他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然後他們當時發起了跟一些律師合作 然後在中國的35個省市 然後發起了這個信息公開 要求他們公開每年所徵收的這個社會賦養費 也就是計劃生育罰款 然後所以你如果說 他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能夠去顛覆國家政權 那我想核心的就是 他們是在幫助這些弱勢群體 然後有權力意識 然後權力的覺醒 那這個也是共產黨他們認為 就是觸動了他們執政的根基 你是台灣人你在赤身監獄的時候 你有沒有受到特別的待遇 我講的特別待遇就是說 因為你是因為政治因素坐牢的 所以他們特別改造你 除了勞動服務之外 有沒有特別對你進行任何思想上的 特別的安排 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因為我剛剛聽到的這個事情是 他講到說 Walmart下架的事情 我就想要問一個可能 是敏感的問題 如果說有美國的公司 下單給的中共的監獄 台灣有沒有可能 先從尾巴來講 就說就說就是先講 先更正一個觀念 不是美國的公司 下單給中國的監獄 他那個程序上是說 美國的公司 他當然有他的 他的供應鏈是中國的工廠 所以下單給監獄的是中國的工廠 這也是讓米沃奇可以去推的原因 沒意思說我不知道 這是他的程序上是這樣子 當然有可能 台灣的工廠 因為從我做過東西 比方說 我不知道台灣的工廠 有沒有跟全州的 鞋也有 全州是專門做鞋的 做皮包的很多 我不知道我們台灣的工廠 有沒有跟全州的鞋也合作 如果有的話都要小心 因為我們在 也做過看過 全州的很多工廠的鞋子 球鞋 是在資產監獄生產的 那你投的問題說 我說政治犯會不會 有些特殊的待遇 我剛剛已經講了 透過我太太的抗爭 當然我有一些比較 符合中國法律規定的一些待遇 不是特殊的 符合中國法律規定 但是我還有很多的待遇是被剝奪的 比方說 依照中國的法律規定 犯人一個月可以跟家人見面一次 可以跟家人通電話一次 那我是不被允許通電話的 然後我太太來申請實施會見 大概準兩次 而且在監獄裡面 任何人跟我講話 是會被 找去警察問話 你為什麼跟李明哲講話 你講了什麼事情 到最後一年 他發現這個李明哲在監獄有點活躍 他就把我移到另外一個監區 那個監獄勞動稍微輕鬆一點 但是他嚴格限制不准任何人跟我講話 任何跟我講話的人 就直接關到剛剛市民類講的禁閉室去了 真的關了好幾個 那只有特別監控我的兩三個可以跟我講話 然後到最後一個月要即將出獄的時候 他可能怕外界跟我監獄裡面跟我接觸 帶什麼我帶什麼訊息出去 他把我用探用用防疫的理由 把我就關到這個醫院裡面關了一個月 一個月 所以他當然對政治犯是 比方說在最後一年 我每天要上兩三個小時的政治教育 特殊的一般不用上我要上的 他當然有些特殊的待遇 有一些他其實是試圖切斷你跟外界的聯繫 因為你的家人在外面可以 可以控訴中國政府 所以他盡量想辦法切斷你跟外界的聯繫 這個是當然 這是而且一般的犯人就是 他在監獄裡面外人 不管他的家人或朋友是可以寄信給他的 那我的信件我是外人沒有辦法寄信給我 除了我的母親跟我的妻子 所以外界很多人寄信給我 那些信到最後都被銷毀了 那我母親跟我妻子寄給我的信 一般收信大概寄到就收到了 那我們的信大概要半年 因為他們除了監獄要審查 那國安還要特別審查 這是當然政治犯有些很特殊的待遇 不好意思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剛才李明哲先生說到那個就是寄信 因為我據我的經驗 其實我從09年到現在 其實在中國的時候 其中有十幾年的時間 我是經常會給在獄中的那個政治犯寄明信片的 因為這個當時我們取得了一個共識 就是在中國的維權圈民運圈 大家會覺得就是你在給監獄裡的政治犯寫信的話 他收到第一個對他心裡是一個極大的安慰 就是他覺得大家沒忘掉他 第二呢就是你會讓這個當局讓監獄知道 這個人是被關注了要對他好一點 就是所以我們一直不停地寄信 但您剛才這樣講的話我就發現 我原來信已經不會到你的手裡了 但如果信不到你的手裡的話 哪怕只是讓監獄方看到 他們會不會因為我發現這麼多人在關心你 所以會對你好一點 主持人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寄信給中國的政治犯 其實這個獨裁國家都大概類似 你都要期待當事人是收不到的 但是為什麼要寄就是給警察收到 因為中國政府宣傳政治犯是不會講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會講他們做個十二不赦的壞人 那你監獄的警察如果覺得我 我關的是一個壞人我會怎麼樣 就對他一定不人道嘛 打他揍他各種樣子都有 當你外界一直寄信的時候 其實是告訴這個警察 第一個這個犯人外界很多人關注 你不要對他太惡劣 第二個他如果是壞人的話 不會有這麼多陌生人寄信給他 所以他做的事不是壞事 所以才會這麼多陌生人關心給他 這警察只有稍微有一點思想的懷疑 他對這個政治犯就有很大的幫助 而且就算政治犯受不到 其實當時這個警察是會知道這些事情 其實這個消息政治犯是會知道的 比如當時監獄的 資產監獄副監獄長曾經找過 我說李明哲你的外面的朋友在幹什麼 為什麼那麼多陌生人寄信給你 他還比說 站著比到他說快到他這個眼睛這麼高了 所以這個其實當事人其實是會感受到的 所以我們自己以前或者現在也一直在鼓勵說 關心中國政治犯就寫信到監獄裡面 把這個人做過什麼事情 你寫得清清楚楚讓監獄的警察看到 所以當然還是要寄信 接著我們訪問的是人權工作者李明哲 那麼在李先回台灣已經有一段時間 不過今天是他回來之後 我第一次跟他見面 還是要跟你出聲歡迎回家 未來我們節目將持續的去觀察 去關注您所不知道的中國 非常謝謝全球的觀眾朋友收看我們節目 鎖定我們頻道我們下次再會 謝謝 謝謝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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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